近日,根据美国媒体Sidelines报道,前NBA球员克里斯·波什准备向联盟申诉撤回不让他打球的决定。 波什透露,如果要重返NBA,他愿意前往好兄弟詹姆斯所在的胡人队,愿意与胡人队签订一份一年的底细老将合同,波什是真的想打球,但是他目前的状况,约等于是被联盟禁赛了。 在2016年波什遭遇血凝快,宣布无限期休战,2017年一份由NBA和球员工会出具的医疗报告显示,克里斯·波什遭遇了终结职业生涯的伤病,从此之后,波什就不能再上场比赛。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疾病,确实是会威胁波什的身体健康,另一方面波什不上场比赛,对于热火队来说,也是一件好事。 目前波什的合同还有2684万美元的薪资,而目前这部分薪资是由保险公司支付,虽然占据了热火队的薪资空间,但是热火队不需要支付这笔钱。 但是如果波什宣布付出,那么这笔钱或许不能由保险公司支付,就算热火队要买断波什,那么也需要付出更多的金钱。 波什和詹姆斯等人都是03黄金一代的佼佼者,波什跟詹姆斯,韦德曾经合作了四个赛季,那四个赛季他们连续进入总决赛,并且拿到了两个总冠军戒指。 而波什跟詹姆斯,韦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,如果波什是健康的身体,愿意追随詹姆斯,相信詹姆斯是非常乐意看到的,就好像上赛季,韦德加盟骑士队一样,詹姆斯必定非常欢迎雷德。 而波什虽然在15-16赛季,场均得到19.1分2.4助攻7.4篮板,表现非常出色,但是他目前已经因为血宁快伤病休战了两个赛季,这两个赛季波什都在积极训练,但是他一直无法通过联盟的体检。 为了他的安全着想,联盟一直没有让他付出,而如果波什此次可以申诉成功,他将可以重返NBA,但是詹姆斯或许会拒绝波什的请求。 因为在詹姆斯看来,身体依然是最重要的,他跟波什的兄弟情深,让他不允许波什冒险。 詹姆斯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,他愿意帮助兄弟拿到大合同,但是不会愿意看到兄弟遭遇伤病或遭遇生命危险。 詹姆斯也希望有更多有实力的人帮助他,但是詹姆斯必定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好兄弟波什冒着生命危险打球,所以,就算波什可以得到联盟的允许,詹姆斯或许也会拒绝波什加蒙湖人队的请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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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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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